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宝贝像超市里 高挑美女带来雪花蜜扇 鉴定现场变秀场 好美啊 今我鉴定 真品还是仿品 答案尽在今晚河南卫视 华玉之门 又过去了一周的时间了 他们二位也是摩拳擦掌 准备今天在这场上比试比试 谁先来推荐呢 我先来 我觉得有的时候吧 人生就是这样 你要开始就碾压对方 让对方永远追不上 所以我打算一开始 我就要亮出一个必杀技 来 我看看 我跟你讲 我先来要推荐的这个是一面镜子 它是一个魔镜 这个魔镜就是说相当相当的不一样 我们就还是把十宝人请出来 让大家来说一说 这个魔镜到底好在哪里 听起来挺玄武的 仿佛进入了白雪公主的世界 来吧 我叫王小晴 来自当河南孤独罗养的 他们说您今天带来的宝贝不一般 是一面魔镜 我这旁边是走窜的 在家里边反正是晚上夜深镜 我自己要小心翼翼 每天都要关上它 在这心里边有啥不愉快的事情 我都要看到这 看到这藏品 自己都非常开心 哦 您说这个魔镜 是只要一看到这一面镜子 对 就心生欢喜 是吧 对 那咱们一起来看看吧 好 来 好 请亮宝 好的 好 大哥 我说您这魔镜不一般 对 真不一般 没有苍苍感 此刻我就想问问你 魔镜 魔镜 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是谁 我妈 你真的是 来吧 你们俩近距离地欣赏一下 来来来来来 来 丑一丑 刚才哥哥说了传承有序是吧 对对对 嗯 您这什么材质的呀 这就是铁包金 铁包金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有点那么个意思 在我的记忆里 我只有铁镜公主这样一个名字 哎呦 那您是哪个年代的人啊 对 就杨四郎嘛 对 铁镜公主 叫小番 对 反正是挺稀少的 对不对 没见过 很少见这样的 这个得等咱们专长老师来看一看 哎 说到这个镜子的材质啊 铁镜确实是比较少 对 铁镜公主 我没有讲过 没有讲过外边有的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 对 对吧 您现在认为它价值几何 我觉得一百万 应该是一万 一百万 那这一枚究竟是不是铁镜 又是什么年代的 有请专家健保 感谢福生药业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创展30年福生生草年 本节目由瑞博恩赞助播出 母鲁是最好的 新竹奶粉选瑞博恩 这面镜子呢它确实和我们以前平常所见到的铜镜不一样 国家文物出版社出版最权威的《中国青铜器全集铜镜卷》当中 也没有任何关于这个铁镜的助数 因此呢 铁镜的研究啊 它确实是一个空白 铁镜呢出现在中国的战国时代 那么那个时候啊 其实炼铁是非常难的 因为铁它需要1538度的这样的高温 铁才会融化 所以铁在当时啊非常的珍贵 你看我们考古 所有考古出土铁镜的墓葬 都是贵族的大墓 根据史料记载 曹操当年在给东汉皇室上的上杂物书 就这样的一个文件当中呢 记载说它当年给皇室上贡的器物 有此二寸七寸九寸的铁镜啊 从一面四面四十面不得 另外呢2008年的时候 河南的安阳发掘曹操的那个高陵 从它的墓葬里啊 也出土了一面 辍金银的铁镜 可见这个铁镜的档次呢 它是非常高的 这一面铁镜呢 它是一个半圆形的镜钮 钮杖的边上呢 有四地纹的这样的一个装饰 那么从镜钮到整个镜背面呢 它都有用金丝嵌出的这种卷草纹 在这个四地纹的中间呢 还有用金丝相出的 长仪子孙式制的这样的一个传书 那么铜镜上面 长仪子孙这样的名门呢 基本上是出现在东汉到两镜时期 镜面的就这种铁锈啊 这种古包的铁锈呢 一看啊 就是岁月非常长久才生成 因此呢很自然 那么根据这一面铁镜的整个一个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筋膜鉴定 这是一面东汉时期挫金铁镜的正品 好 这一类铁镜目前市场上比较认同的一个价值 五万元 好 谢谢 谢谢陈老师 祝贺您 获得华语之门的真品证书 古人说 以同为镜可证一观 刚才小龙带来的这一枚汉代的镜子 有没有照出好周的悲伤 悲伤倒是没什么 对 但是刚才那个哥哥我觉得 虽然他说话很低调 但我觉得是最牛的炫耀 对 接下来我这个要上场的池宝人 也有点这种感觉 他说他自己的这个宝物啊 是天然牛 天然牛才是真的牛 到底是什么牛 广告词你都给想好了啊 天然牛 来 掌声有请牛牛牛 我来自湖北武汉 张思帖 祝孩子们 越扮越好 好 越扮越牛 牛气从天 这祝福是挺牛的 关键是 您带来这宝贝牛不牛啊 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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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说这是什么 是一块玛瑙 切开以后的 产生了一块牛 哎呦 这不知不觉 人家就自己晾饱了 对 我晾饱 行 您跟我们说说 您这块其实是怎么得到的 花五件 自换来的 两件银币 哦 一个紫砂壶 一个 和田玉原石 还有一件 翡翠挂剑 好家伙 对 因为我是炒骨的 喜欢牛 啊 所以看到这样一个神牛的牛纹 特别喜欢 呼吸代价 换下来 虽然是有点破石头 那不是 但是在你眼中它是灵石 灵石 灵石 对吧 灵牛神牛 我懂了 大哥说我是炒骨的 所以我看见牛我就很激动 所以你手上那块翡翠 你也见不得它 赶紧换出 我见不得你 是吧 那五件大概价值多少 大约15万左右吧 15万左右 哇价值不菲啊 我们请两位来欣赏一下好不好 早都想看看了 早就想上 看看这只牛 对 哇 这个也太像了 对吧 真的很厉害 这太天然了 真的 如果要是真的是自然形成 我觉得就是大自然的鬼附神过 如果对的话 那你们就是今天好牛好牛 好牛 真的是 中国多了一件其实 哎呦 能不能改写中国四大其实的历史 就看看这头牛 对 看看欧阳老师 对 好 谢谢两位 在您心中它的价值几何呢 我想2021年 牛年了 2021 我价钱2021 不会是2021万 不是这样吧 你大概要数数字的话 加四个零算了 加四个零 明白了 2021万 那这头牛究竟是不是天然牛呢 有请专家健保 容万象更出彩 感谢不声援凉茶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草本凉茶 温和配方 健康名品 冷热接银 从它这个食壳的这个表象来看 还真是一块玛瑙 这个牛呢也很生动 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天然形成的话 那真的是价值不菲 那么其实它首先要具备第一个特征 你知道是什么特征吗 要满足哪一点 要满足哪一点 第一个它必须要满足它的天然性 天然性 对 另外还有独特性 那不能有很多 另外呢它还要什么呀 它要可盘玩可收藏 等等这些因素 那么我们来看看您这一块 那么我们来看看您这一块 您刚才说了 您说这是个玛瑙 那么玛瑙真的在我们这个生活中比较多见 它也是我们自然界中付出量比较多的一种宝石 另外呢就是这个玛瑙的歧食也特别多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小鸡猪壳 包括我们这个东坡肉食都是玛瑙制的 但是在过去这个大自然出产的这个玛瑙啊 它往往都是灰白色的为主 所以这个玛瑙的这种染色的技术啊 其实就有很长的历史 染色是可以认同的 在定名的时候是不表现 但是没有染过颜色和染过颜色的价钱 或者说价值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您这件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牛啊真的还是很形象 而且这个牛的身体的部分正好就是灰白色的 边缘非常地清晰 它如果是天然的话 它的这个色根的这种延续啊 它不会是这么特别地清晰 比如说那个小鸡出壳的那个小鸡 它这个毛绒是毛绒绒的 颜色出来是非有撑丝感的 然后我们再看它旁边颜色的这种红黄色很漂浮 它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染色工艺 它这种染色工艺是怎么去染的呢 它先剪一张画 它剪一个牛 然后贴在这个位置 然后在旁边的位置再去染 那么这个把这个贴纸接去了以后 这个牛的形象就落在这上面了 所以呢 综上所述我给您一个鉴定结果 这是一件经过局部染色的马老作品 谢谢 谢谢 谢谢文雅老师 谢谢 万老两千多万 没事 见多了 见多了 习惯了是不 对 习惯了 听起来有一些伤感 有一点 您现在觉得炒股和收藏哪件事情更难了 都难 都挺难的 来 希望您下次带来更好的宝贝 好的 加油 好的 你有没有算过 咱们两个来到这节目之后 所见到估价最高的这个藏品是什么 有印象吗 没有印象了 应该大几十万是有 我印象最高的是一对瓶子 好像一百万 我希望我接下来这个藏品能够打破这个数字 这吃饱人跟我说了 说小龙 我这藏品跟宫里有关 就是当年皇上过寿的时候 送的那礼物 掌声有请宫里的人 哎呦 哎呦 格子 各位专家吉祥 我叫江南 大家可以叫我南哥哥 哎呦 南哥哥 从宫里出来 来我们这儿是有何贵干啊 就给大家带来一件我们宫里的宝贝 这件宝物是什么情况得到的 这个宝物其实呢 是我奶奶在去年的75岁大寿上面 我一个远房的表姑专程来给我奶奶送了一个这样的寿礼 但是在过完生日不几天之后 我奶奶就把我叫到他们家里说这个宝贝到底是值多少钱 因为她觉得这样一个宝贝好像在很多超市里面都有类似的 超市 对啊 这个宝贝上超市里 她怀疑是超市里买来的 对 所以就托你来鉴定鉴定 没错 来吧 那我们看看这宫里的宝物究竟是什么 好不好 来 请亮宝 我不得不感慨啊 你们宫里人都这么能吃呢 你看他就看出来了 宫里伙食是不错的 你看那小脸圆的 比我们这种普通人家的孩子 长得好 虽然宫里吃的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毕竟是宫里嘛 就是气派一定要有的 所以虽然里面东西不多 但必须得是会面碗的歌 没错 看看来 从哪能看出它是宫里用的呢 这万寿无疆嘛 应该有款 应该从字里面能看得出来是 里面是瘦字 下面有款 你看看 写的是微波炉专用 没有 写的是超市买的 写的是河南郑州回面 你那一看就能煞的 但是这个版 其实青花词的应该是是吧 就是你从外面看的 很漂亮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那如果真是那个年代的话 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相当的不一般 其实我倒觉得呀 以我的经验 应该是那个年代的 但是不是官腰的不好说 不好说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 比如说近代仿的 但是也可能是真的 谢谢两位 小哥有没有说 他买的东西 有多少钱 他说他当时买来的话 可能是花了十几万 所以奶奶是有点担心的 对 怕买到假的了 来 掌声有请专家健保 好 热烈祝贺丹江大公院 4A省区四星酒店 定价工作认证认生 要旅游就去丹江大公院 这个来自清代的格格格 配上有大清字样的碗 先解释一下这个款 它上面呢书写的是什么呢 大清道光年制六制的一个 清花的一个传书款 那么道光呢它的年代呢 其实相当于咱们清代的中期 他在清代历史上呢 也是时间比较长 而且呢个人是比较一个 勤勉的一个皇帝 那么这一支丸 我们刚刚看了很漂亮 同时呢我们看到里面 中间写的有这个 团状的寿字纹样 那这种纹样呢 确实是跟祝寿有关 其实它中间还有一圈什么呢 包括外面也有一圈 绘制的是什么呢 就是佛家的七真八宝里面的 八吉祥文样 代表的呢就是各种吉祥的寓意 这个作品呢全名叫 清道光清花万寿无疆善碗 就是御善房的善 那这种碗呢是干嘛用的呢 确实是因为根据它的文样装置来说 就是当时呢景德镇医疗厂 专门在万寿节就是皇帝的生日呢 进贡给宫廷用来实用的 大家好多说的这种东西现在 有没有可能是一件现代房品呢 对呀 那么这支碗整体的形制呢 做的呢深复造型呢很敦实端庄 从口言到腹部这个线条的过渡呢 是很自然的 同时我们再看右面的光感在灯光底下呢 非常的隐润文饰呢 绘制的精细整体的清料沉稳 底部露胎胎体坚实细糯啊 文字书写的呢也是非常典型的 道光本朝官窑赎款的一个方式 经我鉴定 这是一件清代道光本朝的官窑的真品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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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给出一个22万的市场参考价格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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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范老师 哎呀 我觉得你现在最开心了 应该是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奶奶 对 这支碗一定要带带地传下去 好不好 好 恭喜你获得华语之门的真品证书 好 谢谢 好 谢谢 此时此刻我有点急了 今天有点败下阵来的感觉 所以接下来我得考考你们 考我 真的假的先不说 先让你们猜个谜 打开摆折裙 收起秀礼藏 来时荷花初放 去时菊花正黄 猜一猜 大家猜到了吗 空调 空调 空调还见什么宝 骑得快 越想越生气 空调见什么宝 古代空调 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 都已经猜到了 来吧 我们掌声有请池宝人 哇 好美啊 给我介绍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杨诺依 今年26岁 宝贝来自河南三目霞 来自三目霞的朋友 今天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呢 刚才大家也猜了很多 给我们揭晓一下 今天这些宝贝呢 是我外公送给我的 然后它的实用功能特别强大 但我从来都没有用过 是不舍得用 是吧 对 来 那我们打开晾宝吧 这把项子呢 是前几年 然后我外公去旅游的时候 然后在西班牙 然后花了有200欧元吧 去淘的一个 那为什么现在你的外公 把它传给了你呢 因为他特别疼我 然后因为我还兼职做模特嘛 然后就喜欢一切美的东西 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给了 是很漂亮啊 好像挺久远的这个 戴这个帽子 应该是什么潮带的 对 那个应该是没空调 那个潮带的 对 你说对了这个 姑娘说了 她是走模特的 对吧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演绎一下 掌声有请 让人看着就很有魅力的感觉 是吧 好美啊 小龙 来 好 那这把扇子究竟是不是清代的 又怎么样呢 有请专家健保 好 本节目由瑞补恩赞助播出 母乳是最好的 青乳奶粉 选瑞补恩 感谢福生药业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创展30年为生双黄连 持宝人拿来的这把扇子呢 是一把广彩的折扇 它的扇骨呢 是足做的 而且外面呢 采用了大漆 苗精彩绘的这样的一种工艺 纸质的上面 它每个人物身上的衣服啊 它都不是画上去 它是用不同颜色的丝组剪贴上去 每个人的这个脸 它都是用鸦片 磨成薄薄的 就这样的一个小片 雕刻出人的这个两部的形状 贴上去以后 再彩绘而成 这种张式技法呢 在当年的广彩的这一类的扇子当中呢 是比较流行的 广州当年清代 它是我们中国唯一一个向西方开放的一个 互相互通商贸的这样的一个口岸 当时称之为石商行 而这个扇子呢 当时又是石商行 像西方贸易的最大宗的商品之一 可以说在那个时期 我们中国的那些工匠所做的艺术争品 征服了整个西方 那么这把扇子呢 我们看它整体的保存状况 还是比较完好的 那么当年 为了让我们中国人制作的这些每一把扇子啊 都看上去显得非常的珍贵 所以绝大部分的扇子它都会配上一个很精致的扇盒 那么这些标签的内容呢 大部分是地质 然后是材质的说明 经我鉴定 这是一把清代中晚期广彩折上的证明 好 这把扇子按我们国内目前的行情 它的价值五千元 谢谢陈老师 来 恭喜你获得华语之门的申请证书 谢谢 我们放松一下心情吧 来个脑筋急转弯吧 树上七个猴 地下一个猴 一共几个猴 这个问题我正式地回答你 你回答 两个答案 对不对 两只猴或者是八只猴 好严谨 对 这是传统答案 但一般到我这就没有什么传统答案 在我这就是三只猴和九只猴 为什么 不可能 树上七只猴 地下一只猴 因为其中一个猴坏运了 我今天我加来是要推荐的这个产品 就是跟猴有关系 掌声有请吃饱然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李莉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宝贝 是自己收藏的呢 还是 是我老公的爷爷买的 一人收藏自己 刚才他介绍说有很多猴 猴呢 在宝贝里面呀 好吧 请亮宝 来来来来 来来 看看去 这形形色色的全是猴子 有抱着小猴宝宝在往这边看的 有爬山的 这还有玩的 玩的 好可爱 一共多少只猴啊 一共六十只猴 这是清代的一个老人过生日 正好属猴的 就有人给他画了六十只猴 我给他祝寿 祝寿用的 对 是吧 那是怎么到您家的呢 这是我老公的爷爷 在我公司买的 当时他59岁 看到这幅画感觉不错 就花了一万多块钱买了 一万多块钱 然后后来传给我公公 一直整藏着急 你们看这画画得怎么样 好 欣赏一下画工 太好了 猴毛啊 你看啊 都能画得出来 根根分明 对 真的是 肚子是肚子 毛是毛 眼睛是眼睛 嘴是嘴 好的画就是这样 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 现在我就有一种 在郑州动物园猴山的感觉 好了 谢谢 谢谢两位 总而言之觉得画得还是不错 好 是吧 好画好画 但您现在已经得到这幅画了 怎么想到带着他来 华语之门健保呢 真是太巧了 我04年的属猴那一年了 生了我儿子 我公公很高兴 就是说这个灵魂图带来的好运 说我们家也添了一只小猴子 我公公想把这幅画传承给他 就所以让专家给看一下 让他长一下知识 那么现在在您心中 他的市场估价会是多少 80万吧 80万 对 来看看这幅画究竟怎么样 有请专家健保 好 容万象更出彩 热烈祝责丹江大公院 4A减区 自行酒店 并驾通过院政验收 要旅游就去丹江大公院 好 好 好 大家都说的是猴 大家都说的是猴 实际上不是猴 不是猴 应手的提款 人家明明确确写着是 灵缘献寿土 是缘不是猴 好 请二位再来一趟 怎么着 现在画面上到底画了多少支圆 这个数学难题 咱俩就以这个大哥 为界限 为界限 你手那边 我手这边 好嘞 试一试 好吧 千万别错了 咱们俩一块说 我不算这支 29支 我不算那支 也是29支 完了 少一支 那不对啊 没丢没丢没丢 忘了我给你抽的脑筋 急软弯了吗 哦 有只母猴 怀孕了 给我拿的给我出来 估计是什么 有可能没 瞎蒙啊 我觉得邢老爷这么问的 肯定有他的生意在 有玄机 为什么只有59支圆 为什么 因为什么 9在中国数字里是最大 最大 哦 95至尊吗 对 第二呢就是 你记着 60岁的画差一个 70岁 80岁都是不能画10 明白了 您就是老欠这一点 现在好多人过生日 也说的都是虚子 对 懂了 有讲究 感谢邢老爷子 谢谢老爷子 好 谢谢两位 来 准确地告诉您 这张画是作于清代乾隆60年 公元1795年 距离现在200多年了 刚才二位上来看画的时候 反复提到 这个猴画得太好了 对 那个身上那个羽毛啊 都是一丝不苟 这是属于在国画里叫功底 另外那个圆的那个开脸 应该说神态各异 另外造型也神态各异 所以这件画啊 作者虽然知名度并不高 但是就其艺术水平来讲 但是就其艺术水平来讲 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嗯 所以综上所述 精某鉴定 这是一件清淡泛英化的 灵源线寿图真机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来 恭喜你获得华语之门的 珍品证书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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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那边推荐到现在应该 价值几十万 第一个是22 这个是12 然后刚才那个很没 就不用再说太多了 对啊 四五十万吧 我现在五千多块 但是我对接下来的这个产品 我特别有信心 你说说来 因为这个持宝人 是一个收藏的发烧友 搞收藏有三十多年了 这次他带来的这个啊 是买一赠一 超着了两大宝贝 说不定我这一个宝贝 把你前面都打败 哎呦 那这件宝物究竟怎么样呢 掌声有请吃饱人 大家好 欢迎你 我来自江苏16 我叫猫喜平 嗯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宝物啊 他说买一送一 我这是个大宝贝 大宝贝 对 那我们看看大宝贝是什么吧 好的 来 请亮宝 天呐 这是一对 一大一小 这两个罐子您是怎么得到的呀 三十多年前 这新衣 只好一家国安市场上遇到的 所以看着 这这罐子 不是咱一般罐子 腰或有块 底下有块 因为那个花生那个味 哦 要不它没有底下两个块 哦 两个块 对 腰上一个 底上一个 对 这事巧了 是吧 对 您刚才说买一送一又是怎么回事啊 对 当时买的家 两千块钱款就会便宜 哦 需要在现在来发钱 这是两千块钱那一件都买不到 都给买一送一 对 您是这么算的呀 对 那时间也过了很长了呀 时间长了 您哪一年买的 八七年 八几年吧 八几年的时候 两千块钱买了两个罐子 现在想想觉得 当时是买一送一 对对对 用这种想法来看 自己的心态也会变得很好 对不对 您觉得现在这两件能价值多少 现在价要得到五六十万吧 五六十万 啊 那究竟这两个罐子怎么样 有请专家健保 感谢福森园凉茶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草粉凉茶温和配方 健康饮品冷热皆宜 我们的朋友呢 觉得他早年收藏呢 而且呢 他认为这一对罐子的级别 路份比较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上面有两个 光绪年间的纪念款 那这种款呢 其实我们可以说 因为包括另外一个 上面也有一个大金花的一个 茶装的一款式 这个款式呢 就很明确地说明呢 这种罐子如果东西是对的 那么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可能一些茶装啊 一些商号啊 为自己要使用的时候呢 定制的 那么像您说的 如果这个瓶器啊 它是跟清代宫廷有关 那这种造型就 理应有出现在 这种皇家宫廷的 这种传统的档案里面 这个造型叫什么呢 叫沙口罐 就是一种盖罐的一种 但是因为呢 这种盖罐呢 它是经常要日常使用的 所以说呢 它整体的这个口言处呢 它是不湿右的 它是避免右面的磨损 那它的盖子上 这个地方也是不湿右的 那么这种造型 我们常见来说 基本上宫廷里面 是没见过的 这种造型 基本上都是我们普通的 民间民谣日常使用的日用器 那么这个作品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 虽然它整体的风格和晚清 同质光绪 包括民国时期的风格很像 但是我们看人物的画法和画工 整体的人物的用线 比较绵软 人物的 三个人物的比例关系呢 有一些失调 而且呢 整体的清掉颜色 过于就灰暗 虽然说 右面的光感还可以 但是呢 整体的右呢 比当时的开门的真品比的右 就要薄一些 所以说这个作品 经我鉴定 是一对八九十年代的房品 这种水平的房品 就是八九十年代生产的 而且现在在我们 比较初级的一些市场 这类房品非常多 所说在这儿 也是通过这种器物呢 也是提醒大家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 来海选的常有的事 说我们早年二三十年收藏的 为什么专家给你界定 它是不对的 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它是偏早些年的一个房品 但是还是一个房品 所以说比较遗憾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范老师 好爷子 好 来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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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专家合议 有请专家合议 经专家团合议 本期登上华裔之门 珍宝台的三件真品是 东汉长宜子孙错金铁镜 亲道光万寿无疆 青瓜葬碗 亲陵园献 我们感谢您收看本期河南卫视 华语之门 我是赵亮 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